海巡观笑迎来新生 报道第一天首先要做的就是礼法 男生一副接受现实样 同听女生则引发热议 镜头前忍不住掉下眼泪 要跟自己的秀发说再见 总有万般的不舍 不过其实美丽的长发 会捐给需要的人做爱心 网友则留言鼓励他短发也很美 也有人说这个如果是自己 也会爆哭期待他的蛻变 只是爆哭的照片 还是让部分网友笑了 但接下来这画面就让人笑不出来 这是全民国防教育 暂反恐宣导讲座的PPT投影片 最后一张穿着军服脸部 和识别症却都被披上卡通猪头图案 一看以为恶作剧 但这么做的其实是 讲授的教官本人 说句难听的一点 这是五路到国金啊 对不对 他还是穿金装的拍照的 你假如是说随便 像我们这样随便穿的 那大家都没话讲 出席年度民房召集训练 学习全民防卫动员 和灾害防救等知识 这么严肃的课程 军方跟派员交道 至于为何如此 里长还特别上线询问 然后他说 以前的长官都说我们是猪头 我也姓猪 所以批上去 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也很可恶了 民房难道不包含新房吗 而该民上校竟然灭自己的威风 究竟是该民上校见不得人 还是看不起国家 侮辱自己的国君呢 我们真的觉得 这真的是太离谱了 对此国防大学回应 朱姓教官为活络上课互动气氛 加强学员对课程印象 以简报将自身照片 哭手 指出这做法确实思虑不周 后续将要求 交案复事审查 避免再发声 毕竟军服是国家象征 和军委展现 有些玩笑不宜开过头 TVBS新闻红富华 刘婷婷 她不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